娇妻相投 汉朝的时候,有一对很要好的朋友,一个叫雷毅,另外一个叫陈仲。 雷毅和陈仲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好。 有一次,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考试,雷毅考上了,陈仲却没有考上。 雷毅心想,陈仲的学问比我好,居然没有考上。 真是太可惜了。 雷毅就跑去找掌管考试的官员说, 大人,麻烦您将我的功名转给陈仲,他比我优秀呀。 官员当然不理他,胡闹,功名怎么可以随便转给别人呢? 雷毅心里好生失望,那我也不要这个功名了。 雷毅就假装发疯,不去做官,终于被解除了功名。 过了几年,雷毅和陈仲又一起去参加考试,这一次他们两个都考上了, 还很幸运地被派在同一个地方做事。 雷毅高兴地对陈仲说,陈兄,以后又要麻烦你多照顾了。 陈仲说,雷兄啊,你说笑了,都是你在照顾我呀。 两个人很开心能在一起工作,感情变得更好呢。 大家看到他们感情这么好,都说,娇和妻凝聚在一起很坚固, 不过还是比不上雷毅和沉重的身后友谊呀。 娇妻相投,是指情深意厚,亲密无间。 如,这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,每天娇妻相投,真羡煞人也。 对不起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